你會提醒大家怎麼做 像我們就是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有健康的餘命 也就是說我的壽命延長 但是我是健康的壽命延長 而不是躺在床上或是被推著 所以我們就要好的一個行動力 所以我們要避免行動障礙肝炎 在日本骨科醫學有特別提到 當然運動一定要做 運動要維持以外 他也建議說他攝取足夠的營養 還有你如果身體機能 如果障礙的話記得看醫生 心臟有問題要找看院長 或是骨骼肌肉系統有問題 然後你就找骨科看 除此之外他有建議就是說 比如說骨質疏鬆的話 他建議可以補充鈣 維他命D 或是維生素C等等 然後他肌肉的部分 他建議可以攝取足夠的 多種類的蛋白質或是胺基酸 然後關於骨關節部分 如果關節當然有推化 當然是可以尋求骨科醫師做治療 平常我們當然也可以 攝取一些關節保健的一些 營養品來做關節的保健 當然我們會建議說 要早一點社群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行動障礙重用群 其實在日本 他們是從20歲就開始推行 20歲 為什麼 可是20歲這些檢測 應該都很容易通過 對 但是他要找到那些10人 那些已經40到20歲 但是那是10人 他是沒有辦法做這些的人 他要提早去預防 因為我們骨質的新人 是在20到30歲 所以他提早到20歲 這些人才不會說到5 60歲 才跟人說你為什麼也不早一點做 那平常我們會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關節有不舒服 或是說我們關節擔心有退化之後 可以補充這些適當的營養品 那在現在比較流行的一些營養品 有一個就是非變性的第二型 植原蛋白 它簡稱叫UC2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比較新的 它是說它可以改善在運動之後 產生的一些不適的情形 那就是叫做啤酒化萃取物 這兩種都是一個天然的一個萃取物 那在非變性第二型料理裡面 它是萃取至我們的肌軟骨 它是維持這個 第二型膠原蛋白原本的性質 它都是攝取之後 經過我們腸胃道 來改善我們的免疫系統 讓我們關節過度的免疫反應 可以獲得調節 然後避免我們的軟骨去受損 讓它可以維持關節的健康 提升我們關節的靈活度 另外就是啤酒化的話 它比較特別 一般的我們的營養攝取物 通常都會建議說 要使用三個月以上才有效 但是有時候我們想 三個月那麼久 我萬一中間不舒服 我該怎麼辦 有些人都不想要吃藥 在啤酒化萃取物 在國外的研究裡面就是說 它在我們坐著或是走的時候 或是躺著站起來的時候 關節有不適的時候 它可以改善這些關節不適的情形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平常 就是從年輕就要去避免 我們的行動障礙 要養成運動的習慣 又要避免關節的退化的話 其實就可以適度的補充 非變性的第二型的膠原蛋白 來讓我們的軟骨的健康 可以維持住 可以維持我們關節的靈活度 如果說我們運動比較劇烈之後 可能產生一些關節的不適 就可以考慮 再加上攝取啤酒化萃取物 讓它改善運動後的 關節疼痛的情形 不管是你攝取哪一些關節的 相關的營養的保健的食品 原則上建議就是運動還是要做 我們現在頂倒過來 我們常常有病人來門診 他說 我有吃 我都有吃 關節還會痛 我肉怎麼沒來 只能坐40公分 沒辦法站起來 其實就是運動還是根本 日本骨科醫學那有強調 要做運動 適度的運動 適度的營養 還有吃多元化的營養的來源 還有吃的心情要好 心情有關 他說吃飯的時候 比如說我找康院長說吃飯 吃得很愉快 我吃的時候吃得比較慢 細胶慢 吃的東西種類就會多 他覺得說不要說為了要增加 營養的攝取的多樣性 結果這搞到自己心情很緊張 我今天買不到那個 我要吃的雞胸肉就抓狂了 因為運動是好的 但是不需要把那個自己 搞到很緊張 他覺得這心情舒適 有做運動 然後營養足夠 然後有不舒服的時候看醫生 那平常可以攝取像UC2 或是啤酒化 最初就可以來改善我們的一些 日常生活的不舒服的情形 好 所以這個運動還是根本的 運動記得要做 然後才可以幫助你 一個加成的效果 不管你哪一個年紀 都是非常需要